哈啰,在视频简介里,大家好 我是明松,欢迎来到哲林后房产Jazz Property 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位于 Iskandabutri 这一带的 要给你们介绍一个全新的双层牌屋 我们称为Super Link House So,今天会给你们介绍 这一个超现代感的 超大的双层牌屋 首先呢,录我们演练的呢 是这个超大型的24层75屋的一个双层牌屋 它是一个Super Link House 它有4加100跟4加1的厕所 So,我们先来这边看看 无论这一间屋子呢 就是它的材料啊 就是它的建筑材料 就是它的门,还是它的窗口 它都用到一个很好 很品级的一个材料去做的 隔音,还有它的美观 它的外观都是有做到一个很极致的一个现代风格 So,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Car Porsche 它从门口到进来到出去 Car Porsche 的这个长度是长达一个24层的一个长度 无论是你的车呢 是长还是短的都没有问题 都触得到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外观 它是不能改的 因为它是Under Strata title 但是相信你看到这样美的外观 也是舍不得去改它的 是吧 OK,So,我们放一会不多说 我们一起进来看骨子的全貌吧 Let's go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客厅 我们客厅的话是有一个4m的高度 然后呢,它整个格局就呈现一个大四方形 大四方形 然后呢,它的设计是非常非常的年轻化 非常年轻化 你们可以看得到它的不只是现代工业风 你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设计是很modern 很modern 我们讲很modern 很适合现代化的年轻人居住的 So,我们来到它的dining area 它的dining area这一边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大理石 这是人造大理石 它也是长达一个八个人的一个长度跟宽度 你可以看到它整间它是足够的大 它里面的格局是足够的大 去让我们去摆设这家居楼 OK 然后,我们这边我们来到后面 后面的话,这一边我们来到的是干厨房的一个空间 这一边的话,你们可以采用它的设计 没有问题了 它这边它是做一个bar counter 然后这一边的话是做一个干厨房 是很适合现代理性的 因为现在我们也是比较少去有柴米油盐去煮的 没有弄到厨房很脏 所以这边是采用干厨房的一个设计 还有alvern啊这一些啊 都是放在壁厨里面的 一个收纳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非常好的 也不会像我们古代 我们之前比较老款的设计 比较占用空间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把镜头拉来前面 我们来到它的后面的它的厨房 这一边的话,它整个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门啊 它的sealing那些啊 它的整个天花房 这些都是算是original的 都是算是original的 它的用料非常的足 非常的足 甚至是呢,你看它的那个 用的材料 aluminum 还有它的铁啊 这些啊都有很好的反应 很好的反应 甚至是外面 可能 你的个别邻居像在剃足球啊 打鱼球啊 打鱼球啊 在那里有欢笑声 你的门一关 完全听不到 完全是以外面的设定 隔绝开来了的 所以后面这边的话呢 它是四处粉的一个空间 它这边它用的 它用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巧妙啦 所以你可以看 它不止它的收纳的地方很多 而且呢 它的整个空间很灵性化 OK 所以我们这边后面的话 它是比较 它后面它是一个workway 它后面有一个绿色走廊 所以你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它外面的话 大概是这样子的 一个草地 外面呢 是后面有一个workway的 都有一个走廊 OK 所以你们姑且这边可以看看 所以这边外面的话 如果你的孩子要出去外面 要去外面打鱼球啊 去外面跑跑啊 什么啊 都是非常的好的 因为它不只是它的 guard很严格 而且呢 它外面呢也是非常的容易走啊 不如是去到playground 还是去到craft house 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楼下的话 这是它的浴室 这个是 他们会称为 刨德伦 4加1 那个1的刨德伦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墙壁的墙壁 下面的moset 还有呢 它的洗手盆啊 这一些啊 它的用料看得出是非常的高端 很高级 所以你们可以这边姑且看看 所以我们这边去到它的中间这边 中间这一边的话 是它的utility room utility room 这个是拿来放东西的空间 所以它的空间是非常的小 它是utility room罢了 so 你讲你要放的那个床的话 其实是不鼓励的啦 因为它空间只是可以拿来收纳的一个空间罢了 ok so 这边我们来到的是它的楼下的客房 楼下的客房的话 这个是相等于楼 可以讲 Putal Link House的master room 可以 可以差不多可以 他只是说了 因为它空间真的是很大 真的是很大 我们不讲它的高 我们讲它的宽 跟它的长 都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而且它是每一间都有它自己的独立的厕所 那厕所那边我们就不过去看啦 so 这边楼下的 基本我也是介绍七八八的 so 我们现在去楼上看看吧 你听说了 就是这个猪狗 你听说了 你听说了 就像了一样 在楼上的客厅呢,这是楼上的第二个客厅 你可以看一下整个的宽度 它的宽度是很大很大 这边它可以发展到它的工作室 它这边放一个桌子 即使是你的孩子啊,还是你本身 你要在这边想东西做风的话 这边是一个很协定的地方 因为它心里也是很高 你坐到这个空间是 别这样狭窄 你的心情会容易比较好 所以这边呢,相信你在这边做事情 这个是在想 想什么方案的话,都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第一个 我们先进来它的第二个房间 然后它第二个的房间的话呢,它的玻璃 然后呢,它的窗 它的外面窗口这边都是 Original的 你可以看一下它换到它的床 它的Cringstack的床,还有它的CafeNet 它整间的空间感跟 普通的排屋的话 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款的大型双双排屋 它是主要强调于它的空间 因为它整个空间 真的是非常的大 因为这间呢,它的Buildout呢,是高 是长达一个2833sqft的一个大小 所以你可以 Imagine得到它整间是多大的 一样,也是每一间 都有自己一个厕所 你的孩子也不用去抢 厕所的话也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Moset旁边都有的 地上也是都有的 跟楼下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到它的第三间的房间 第三间的房间的话 它这边应该是 for两个小孩子的设计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这边放两个single bag 中间再加一个储柜 它这一边的话,可能两个小孩都可以分开住 分开了这边 或者是它这一边 要楼上,你要做成楼上 你要做成一个在楼下一个在楼上 都是没问题的 因为它的心灵态是够高 可以去给你做这样的设计 然后它这边是做一个三个门的衣柜 然后它这边它的送纳空间 也是一定会有的 因为有两个小孩的话 当然也要有一定的送纳空间 这边也是可以做书装台 或者是小孩子的 一个 写功课的地方 这边就是它的浴室 每间房间都有的浴室 OK 我们把镜头转向我们最期待的主人房 OK 我们最期待的主人房 这间主人房的设计 真的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你们看的一定会爱上它 OK 我们进来这边 你可以看到它主人房是非常大 真的是很大 然后呢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们只可以看得到床 还有它的柜子 还有它这些旁边的柜子 你们就很套奇了 哇 只有穿的话 我衣服我要放哪里 这个就是它的重点了 所以我们把镜头转向你的后面 这边我们就看得到它的衣服 是放哪里了 OK 你们可以看得到后面这一边 它是有做一个walking walk 的一个空间 而且这边是长达一个四个门的衣柜 OK 它是进入它的厕所的 所以这边它也是做一个梳妆台 也可以给你的另一半好好的去打扮 然后这一边我们看一下它的浴室 它主人房的浴室 相信这个也是你们注意的 拜拜 主人房的浴室 这一边完全是original的状态 无论是它的sealing 它的sealing 还是它的wall的sealing 还是它这边的shower screen 这边都是original的 甚至它的浴缸 OK 你们也看到它的设计多么的巧妙 会让人很兴奋 看得很爽 因为它这边连它这个洗手台 就准备两个给你了 避免了早上要涮牙 还有两个人挤牙 一人用一个 不会吵架 它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边我们来到它的主人房的阳台 这款是有阳台的 这款24x75的超大的算差牌 它是有阳台的 然后我们来这边看看 它这边阳台的话 你看它的扶手 还有它的玻璃 这些都是做给你的 然后呢 它这个门呢 也是很有隔音效果的 你可以听一下我外面这边讲 我把门关了 然后我再开 你可以很明显的听得到 那个声音有很好的隔开来了 OK 然后这一边 就如同我开头说的 这个是strata的ditor 所以呢 外观是不能改的 相信这样美的外观 你们也不会去改它啦 所以你看一下它外面这一边 你看了 你以为它是fizz的 是吗 它不是fizz的 它是可以比的 假如你想看热出 还是要看日落 还是要看太阳升起 这边打开 就可以跟另外一半在这边一起看的啦 OK 所以这一边的话 这一边的双层排屋的话 它本身是有gout house的 它的gout house里面有一些facility 就比如tennis court 还有indoor的bendminton court 还有是gloon等等 这些store会是有的 还有半个olympic的游泳池 这样子你们就会问了 这样子的话 这边的maintain fee 会贵吗 这边的maintain fee 是送在一起的 club house跟maintain fee 就是card fee 送在一起 现在card fee的话 market也是要200多 所以这一边加到来 450 中间单位450 corner单位470块 OK 每个月 所以你这个价钱相信 如果对比于 隔壁的horai long hill的话 应该不算很贵吧 OK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看完了 我们下去 我再给你们知道 整个配套 还有它的价钱 OK 所以我再重申一下 整个屋子的详情 这边呢 是靠近于ginda eskandapushi 这一代的双层排屋 它是free free 不是this ok 然后呢 它是24x75 4加1房 还有4加1厕所 那个加1的厕所 是我们的powder room ok so 它的buildout 是2833 square feet 然后呢 它的价钱 就是你们最 想要知道的价钱 ok 它价钱forFace 1的话 是从865千起 但是目前Face 1已经卖完了 我们现在我们要推出Face 2 Face 2的话 大概在12月左右 会launching 它的价钱呢 涨幅大概在5-10%左右的价钱 会比之前Face 1涨了5-10%左右的价钱 然后呢 它的package的话 基本上都已经算全包了 你只需要付 那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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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拥有这样大件的物质 ok 所以这边距离 bukit in它的话 大概是一个10分钟左右的距离 然后呢 去CI2的 去Seconding的话 是15分钟左右的距离 然后这边不只是有建物质 它这边旁边它有建电 它有建一些未来Future的development 它这边的蓝图都会画好了 就等你来了解罢了 ok so 如果有什么相信你想知道的 你可以点击以下的WhatsApp 与我取得联系 我是军松 然后呢 也很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 有什么 有 接下来有什么 要发布的视频 你们也可以订阅我 甚至是按赞分享这个视频 来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也是 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